常常有人问老师,鼠蛇的人好不好?有哪些优缺点?老师的回答是,不同类型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格脾性,而不同类型的人其实也有着各自的优缺点。 如果你身边有鼠蛇的朋友,你一定想问老师,那鼠蛇的人好不好?性格怎么样?鼠蛇的人又有哪些优缺点呢?那请听老师说说,鼠蛇人的性格与他们在职场中的人际关系。 关于鼠蛇的人性格,其实也分成男女不同,鼠象蛇以鼠阴冷类型,若是鼠蛇女性作家大冰冷的鼠性,若是男性则会减低阴冷的鼠性。 鼠蛇女的性格,鼠蛇的女人头脑聪明,善于伪装自己,心机较重,让人无法捉摸,给人的感觉高深莫测,充满神秘感。 他们思维能力强,目的性也非常强。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一旦设定好目标,就一定会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放弃。 鼠蛇的女生也是属于蓝心慧智,优雅知性,很有上进心的一类人,他们懂得享受自己的人生,而且对于自己的人生有很高的追求。 但他们嫉妒心和猜疑心都十分的强,表面看似坦诚相待,其实内心并不那么强。 鼠蛇男的性格,鼠蛇的男人眼光精明,富有谋略,在处理棘手的问题时,冷静沉着,具有领导风范,责任感很强。 做事干脆利索,不拖延,行动力很强,他们脑袋里充满智慧,人生充满了神秘色彩。 在事业中,总是能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奇迹,在生意上是谨慎而激紧,但缺乏合作精神,很容易遭遇失败的局面。 遇到什么挫折和磨难,可能就会永远记在心里,相当敏感和要强。 表面冷漠但占有欲很强,不易亲近也不轻易表露真心,更不随便与人交往。 鼠蛇的优点,专心致志,意志坚强,温和,自爱,谨慎,心灵手巧,想法赋予柔软性。 有神秘浪漫斯文外表与熟练处事态度,风度翩翩,善于辞令很会钻营。 冷静沉着,具有特殊才能,沉默寡言,不轻易动怒,凡是三思而行,是有头脑的知识分子。 鼠蛇的缺点,有时动摇不定,为自己打算,多疑,有嫉妒和报复心,心胸狭窄,内心冷漠,大事面前优柔寡断,表面冷漠占有欲很强,个性上有柔弱的一面不易亲近也不轻易表露真心,更不随便与人交往,生性爱虚荣。 常戴怀疑的眼光。 鼠蛇的人爱情婚姻,鼠蛇的人在爱情中是比较痛苦的,爱情起起伏伏,非常的不稳定。 鼠蛇的人有很强的占有欲,虽然外表冷酷,但是内心情感是非常火热的。 鼠蛇的人在婚姻中十分具有家庭观念,鼠蛇的人喜欢成为家庭的主导者。 但是他们在婚姻中也是比较顽固的,鼠蛇的人不会认错,他们经常会给家人带来伤害。 鼠蛇的事业财运,鼠蛇的人天生聪明,能言善辩,有很好的记忆力,可以从事一些研究考证的事业,这对于鼠蛇的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鼠蛇的人沉稳冷静,目光敏锐,如果鼠蛇的人从伤,也会取得不错的成就。 鼠蛇的人一生的财运都很不错,在人生中也会遇到贵人相助。 鼠蛇人的财富并不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鼠蛇的人也会投机取巧。 鼠蛇的人一生都有财富,不会为了金钱烦忧,这是他们天生的好运。 但是鼠蛇的人是比较奢侈的,总是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体现在一些奢侈品当中,所以鼠蛇的人要想留住财富,最好是要合理支出。 鼠蛇的在职场中有哪些事要注意? 各位鼠蛇的朋友,且听老师一言,都说职场如战场,想要在职场中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很多事情都值得我们注意。 那鼠蛇的在职场中有哪些事要注意? 鼠蛇的朋友务必了解一下。 那么鼠蛇的在职场中有哪些事要注意? 一,注意感情用事,鼠蛇人是很重视情感互动的,善于沟通,活力四射,是天生的表演者。 即使在工作中,也特别看重是否与同事老板合得来,和同事相处的是否愉快。 如果一份工作虽然薪水很好,但是人际关系却很冷漠,会让鼠蛇人们分外难受,试图脱离开。 而有的时候,也容易因为这一点而被其他人滥用了好心。 鼠蛇人们尽量要把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分开,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成就。 二,学会沉稳安定。 鼠蛇的人工作往往有自己的方法,有时候不被那么多人理解,也让上级不敢为以重任。 所以,鼠蛇的人如果想做大事,最好收起自己随性的态度,培养自己沉稳,安定的性格,并且注意沟通,远离身边的狐朋狗友,多结交粮食易友,才能带给自己在职场上的好运势。 值得一提的是,鼠蛇的和什么鼠相不合相冲? 两个鼠相不合的人碰撞到一起,似乎总是不是那么平静,甚至容易引发冲突。 那鼠蛇的和什么鼠相不合相冲呢? 鼠蛇人性格中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生活中与蛇相冲相克的鼠相,分别是虎、猴、猪、鼠,鼠蛇欲鼠虎,有冲突,相互厌恶,相互怀疑,不能相处,只能维持冷淡的关系。 鼠蛇欲鼠猴,不太和谐,互不理解,不爱交谈,如果缺乏信任或动机不良,双方会发生摩擦。 鼠蛇欲鼠猪,相互尊敬,并有共同的利益所在。 没有大冲突 和谐度良好 会友好的合作 相冲代表意见不和 容易有冲突 彼此相克 相和 三和代表和和 相处融洽 容易沟通 互相声望 相行代表性格不和 互有行客 四害相冲 四代表蛇害代表诸 蛇日冲诸 四蛇 身猴相和 三和 三和是种明和 光明正大的和 就是三个生肖的集派 于是十二帝之 共有四祖集派 四蛇 有姬 丑牛三和 鼠蛇的鼠相婚配一季 鼠蛇结婚一配 鼠猴 鼠牛 鼠鸡大吉祥 此中鼠相相配为 俘虏鸳鸳鸯 智勇双全 公业垂成 足利宝地 名利双收 一生幸福 鼠蛇结婚既配 鼠猪 鼠虎 家境虽无大的困苦和失败 但夫妻离心离德 仔细缺少 灾恶百端 顽景不祥 鼠蛇人天生感受性 及知性很强 对别人却有善意关怀的应变力强 机运上往往独占先机 梦想以自以力量来创造飞黄腾达的事业 但若缺乏合作精神 而容易失败 鼠蛇人沉默寡言 不轻易动怒 凡事三思而行 是有头脑的知识分子 鼠蛇人狠了解自己的能力 很重视精神生活 拥有来生的第六感 及超人的洞察力 对事物观与判断很强 鼠蛇人一生 在财运上非常幸运 从不缺钱之用 对金钱欲很强 思路敏锐 虽然生性平淡 但能当机立断 速战速决 有头脑 灵感丰富 不可思议 鼠蛇人必须要改进的地方 是他们有时动摇不定 每次都为自己打算 多疑 有极度和报复心 心胸狭窄 内心冷漠 大事面前优柔寡断 表面冷漠 占有欲很强 个性上有柔弱的 一面不易亲近 也不轻易表露真心 更不随便与人交往 生性爱虚荣 常带怀疑的眼光 情绪不稳 感情一生波折 知尽退善交际 心烧带有极度 不易与周边人相处 重感情与金钱 态度虽然千功有礼 实际上是个不服输的顽固者 爱得深且专一 无法容忍对方的负心 以上星座运势的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下期限